花蓮 是座以山傍海的城市 生活於中央山脈 回歸於太平洋 在這裡 眼界的鏡頭就是一望五鏡的藍 就是壯闊的網域 因此對花蓮的印象 似乎一直都是記憶回路裡 最美麗的那一段 那這些故事 該從哪裡說起呢 這一次就從鳳林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果子 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的 好久沒有來到華東呼吸 新鮮的空氣了 今天非常難得果子已經在鳳林車站 準備要帶大家來走一條 鳳林人文單車的椅子小旅行 好久沒有 別人在過身當中 有路裡找我 我是決勝 從鳳林車站過來的第一站 就是校長夢工廠 大家知道全台灣最多校長的鄉鎮是哪裡嗎 答案就是鳳林 據說是因為這個地方的水質非常的好 含有很多的碳 然後碳就可以激發腦力 所以這個地方很多人都成為校長 校長夢工廠啊旁邊就是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就是靜字庭 因為其實以前不像現在 不管是你要看一些紙啊或者是一些書籍都非常的容易 所以以前你如果有一些紙啊或者是一些課本 通常不要的話都不會丟掉 而是會把它放到這個鏡子庭裡面去回收 這個地方呢就是鳳林的另硬大道 真的是非常的愜意非常舒服 在這個地方真的可以聽到齊鳴喵叫 然後雖然陽光灑進來 但是因為有樹液 所以其實也不會到太熱 又有涼風水去的催來 真的是非常喜歡 然後其實花蓮這個地方除了好山 還有剛剛提到的好水之外 還有非常好的空氣 如果來到鳳林這 大家不妨可以脫掉口罩 呼吸一下這邊新鮮的空氣 聽說這邊的空氣一年四季都不太一樣 像是現在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花香的甜甜的味道 有時候還有可能是水果的味道 或者是各種青草的味道 1910年代 日本為解決國內土地不足 及人口過剩的問題 在花蓮吉安 壽峰 以及鳳林三處官社移民村 是當時全台灣日本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 儘管隨著滄海桑田 昔日的光景已不復存在 但仍舊留有許多日式老屋 建築 燕樓 警察廳 都被王政的保存下來 看著神社 秒據的遺跡 讓一切彷彿都隨著時間 靜止在這裡 現在果子來到鳳林西畔 然後這個地方是一個洪西市的灌溉村 然後它真的是當地人之前的智慧 然後據說他們這邊鳳林移民村的人來 他們的成年裡就是會從這個洞 旁邊那邊跳下去 然後一直都吸到對面 大概300公尺左右的地方吸出來 這是他們的成年裡的一個小活動 還蠻酷的 現在果子在燕樓 就是這個烘烤燕草的這個地方 這個裡面有濃濃的就是 二手燕的味道吧 還蠻酷的 然後剛剛導遊有說就是 大部分的現在的燕草產業都是客家人在做 是因為他們遷徙行性的關係 因為好像 閩南人都比較是一個人先到一個地方 然後才會讓其他人起來 但是客家人是一整群一整群的在遷徙 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講 一棟燕樓可能需要二三十個人才有辦法搭建起來 所以呢日本人就會想要比較選擇 客家人他們來進行這個產業 在燕樓的旁邊呢 就是客廠移民村的警察廳 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當時日本警察廳他們留下來的樣子 然後在旁邊就是 後來郭敏鎮堡他們改的 很明顯就是有一個 就是文化落差的感覺 上面這邊呢就是林田神社它的本體 不過因為之前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要去黃明化 所以就被拆除了 但是其實還保留了一小部分 如果大家來到林田神社啊 可以仔細看一下 就是神社萬維的這個石柱 其實上面都會有刻一些名字 據說之前萬神如果回到台灣 常常會抱著這個石柱褲 因為這些上面的名字 可能就是他的阿公或他的另一半所贊助的 這站呢是美好花生 大家可以在這邊稍作休息 喝完他們這邊很有名的花生 很清涼一下 然後他們的花生啊 跟花生油好像也都是非常有名 在美好花生旁邊呢 就感覺一個非常大非常壯觀的裝置藝術 它整個是有竹子編成的 然後呢就是要營造一種露營的感覺 就是為了要呼應 鳳寧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慢火的象徵 在西方上的廣角 還是聽到一些東北的東北的東北 對東北的東北的東北的東北 東北的東北人 和東北的東北的東北的東北 東北的東北的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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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草古樹是全國唯一 以傳統燕樓改建的民宿和餐館 在建築設計上 保留原有的架構格局 讓人能在古色古香的空間環境 享受客家料理 佳肴美壯 一道道餐店 透過廚師的巧手 將花蓮的在地食材呈現於餐桌 抚慰每一個旅人的心 園區還附設有咖啡廳 DIY活動體驗區 最後 當然不能錯過園區中那一棵 樹林已有200餘年的大張樹 旅行的最後一站 我們來到了客家鳳嶺地站 這個地方來做DIY的體驗 我們今天主要要做的就是用紙糊 然後把它糊成一個夜燈的形狀 然後上面再夾一些他們這邊當地的花草樹葉 對各個年齡層都蠻有吸引力的 因為像是對老人來講的話 他們有一盞燈放在家裡比較可以防止跌倒 然後對於年輕人來說 他們可以自由地去創作自己喜歡的夜燈 那對於小朋友來說 這些花草植物 其實可以讓他們近距離去認識他們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像這種 就比較年輕人做的可能就不會包邊 那你如果想要包邊的話 就會加上這個客家的花圃 其實也會非常有特色 做完DIY來到了鳳嶺地站的外圍 可以發現它的建築其實真的是別有巧思 跟它的外觀設計啊結合了客家的傳統煙龍 就是我們早上有體驗到的那個景點 然後呢它的外牆有一些原住民的圖騰 有一種文化結合衝擊的感覺 好啦騎了一圈又回到了鳳嶺火車站 真的是覺得這樣駛城在鄉野間 看看大山 看看綠油油的稻田 呼吸著清澈的空氣 是都市生活裡非常難以被取代的一種體驗 而且我們這次騎的不是一般的腳踏車 而是裹著身後這個電斧自行車 它可以幫你節省70%的體力 所以你只要輕輕一踩就會有如神柱的感覺 很適合比如說家人啊朋友 然後你又沒有運動習慣 不用擔心會拉隊 大家都可以一起跟上隊伍一起玩 那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有機會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到花蓮 來到鳳嶺這個小鎮 放下平常繁慢的工作 放下日常都市裡面生活那些快節奏的步伐 來到這個地方 慢活一天 創造一趟屬於你 屬於我的人文小旅行 那我是果子 世界的下一個角度見 掰掰 從繁忙的北市街頭 跋涉170公里 來到這座國際慢城市 鳳嶺 在這裡 儘管看似與飛快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 但或許 這些才是生命的實踐 旅行賦予我們最豐富的養分 一日有的時間很短 但似乎已經足夠讓我們理解 從生活到生存的意義 旅行的意義